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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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Armoral是什么 Armoral它是一款湖仓管理的一个开箱即用的一个平台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现有的主流的数据湖格式 例如像派门 爱斯波尔 呼底等的一些格式 把它纳入到这个湖仓管理平台中 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些自由化的服务 混合表格式等等的一些功能 去提供更完善的湖仓一体的一个管理的一个体验的一款产品 这个是我们在社区刚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们之前的话的名字是 在没有进入孵化器之前是叫Arcti 就是冰山嘛 然后我们的产品主要刚开始的时候 是围绕着Icebird来做 大家知道Icebird的那个名字就是叫冰山嘛 所以我们那时候有点跟国外的某款知名厂商的那个产品 叫做Arcti有点像 后来我们就重新的去命名了这款产品叫Amoro 然后这是我们在产品上面设计的那个logo的一些思路 它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我们可以从开放 然后还有从湖仓 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我们的这个产品logo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产品logo 倒立的话就有点像我们的那个双手 就是拥抱开源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然后我们在下面设计了这个蓝色的这个流动的这个线条 就有点像我们的那个湖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大家可以就是在脑海中想象到 湖的那个水的那个流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然后同时的话我们希望说借助于这个湖去连接更多的一些生态 包括像AutoMQ 卡夫卡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数据湖格式的一个生态 所以我们就最后确定了 以A作为一个倒立式的这样一个湖仓的一个图标 最后的话我想给 这一部分的话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当前社区的一个活跃的一个状况 然后我们社区的话 现在每个就是每个月啊 这是从我们项目成立以来到至今 平均每个月都是有18位到20位的活跃的贡献者 然后我们贡献者的数量其实也是在一直攀升 然后我们争取的话 争取今年能够突破更多的一些 吸引更多的一些开发者来参与我们的社区 同时的话我们现在已经有20多家在企业上面去用了 包括像我现在我所在的霍拉拉 目前正在去进行一个探索和落地 以及是现有比较大的一些存量客户 例如像网易那一块的中国电信 还有后续像腾讯那一块去用到这一部分的一个产品的能力 好第二部分的话 我就把话筒交给静松 来让他给我们讲解一下 我们为什么需要Amoro 以及是Amoro这一款产品的软件定位 好的好的 谢谢郑宇啊 有这么一个机会 来到 Apache上给大家去讲 Amoro的事情 因为我们今天主题是Intubator 我还是先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最近说 然后以前在网易 然后今年刚刚到腾讯那边去 然后Amoro它前面叫Arctic 其实是在网易完成整个项目的成立到孵化的 然后网易那边的话 大概是2020年 也就是四年前 我就开始 当时是在实时计算团队 然后去接触 实时计算 然后去接触数据 就是当时 去做数据糊的话 其实也是希望 去给实时计算 找一个比较适合的 一个存储系统 因为以前我们离线都是有害物的 但实时这边一直用查不查 但是其实是查不查 在实时上面 因为它没办法 直接去做分析 然后做查询 其实是会受到很多限制的 然后当时去接触Azberg Azberg当时 应该也还在孵化阶段 它甚至还没毕业 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项目 然后我们把Azberg引进进来 然后非常看重 它牛皮一体的特性 然后也用Azberg在网易 去做这种牛皮一体的实践 可以看到 当时网易在非常早 20年的时候 就已经在Lit House 包括牛皮一体 这样的方向上 去做一些比较深入的实践了 包括我自己在网易 花了两三年的时间 其实是通过Azberg 包括在使用Azberg的过程中 孵化的Omoral 帮助网易的业务 去完成了这种 Lit House和牛皮一体的升级 也帮助业务去达到了 降本真效的目标 OK 讲了这么多项目的背景的话 来再讲讲 就是到了二三年的样子 就是这项目已经有 已经在内部做了比较好的落地 包括也已经有比较好的 商业化的情况下 我们在探寻这个项目 未来能有什么更好的发展的时候 当时决定说 或者说更早的时候 我们决定这个项目后面 长期以来是会以一种 开源的方式去做运营的 所以说在二三年的年中的时候 我们就决定说 我们这个项目是要 二二年的时候 这个项目就开源了 开源之后 二三年的时候 我们决定这个项目 可能要去建立Azberg基金会 然后应该也是二三年的时候 在北京参加 我们的Alcomity Overcode 北京 然后去找Justin 当我们的mentor 然后去找了其他的 mentor 补齐了我们的整个孵化的团队 然后我们就去决定 孵化这件事情 然后到20年年初 正式提交了孵化器的Proposal 然后通着投票 最终进入了孵化器 整个大致这么个过程 中间刚才正宇也提到了 我们项目以前的名字叫Arctic 然后后面改名叫Omoro 但是这个决策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 因为项目中间改名 其实会非常影响 项目的品牌形象的 而且 而且就不断的有人 他可能会拿老的名字 甚至一些老的文章里面的名字 你会给别人带来一些困惑 然后我也讲一讲 这个Armoro这个名字 它本身是怎么产生的 因为这与今天 应该讲的很多运营的事情 是跟我们的AI是相关的 那Justin当时问Armoro这个名字 是怎么来的时候 其实我就跟他说 这东西是CentGPT 帮我们生成的名字 而Justin一年迷糊 但其实不准确 就是Armoro这个名字 应该更多是说 CentGPT或者这样的AI工具 帮助我们去决定 最后用这个名字的 因为在我们去 想新的名字过程中 也遇到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当时 有几个参考的名字 然后我们选了一个 就Apache的名字 是要经过一个 它的Lame Processing的过程 你要去判断你这名字 跟其他的产品 有没有这种商标的冲突 然后这过程 你要去提交到 它的一个GRA里面 然后走一遍流程 然后它最后 会有它的Marketing的团队 去帮你决策说 这个名字是不是可用的 然后我们最开始 用的一个名字 其实它就被Marketing团队 说这个名字 其实在英语的 语言环境里面 是有特殊的寓意的 并不适合作为一个 项目名称来使用 所以说 后面我们去用AI工具的时候 更多的时候 就是去询问它 这么一个名字 在一个其他的语言环境里面 给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适不适合作为一个项目名 然后最终 也是经过 经过一系列调整 最后我们决定 用Apache的名字 包括前面说的Logo 也是网易当时的一个同学 帮我们一起去做设计的 OK 前面讲了很多 跟演讲无关的一些小故事 然后后面讲一讲 Muditian有点问题 我们再稍等一下 OK 现在可以了 OK 因为是讲孵化器嘛 其实我们更多应该去讲 整个孵化流程 包括进入孵化器之后的一些 怎么帮助项目 从孵化器毕业的一些事情 但是呢 后面要去讲很多 我们运营车的东西的时候 还是想把项目定位给讲清楚 讲清楚项目定位之后的话 才能够去讲说 我们这个项目 和其他项目的一些关系 怎么和其他项目 去做一些联动 OK 那其实中间讲的这一趴的话 就会去讲 我们这个项目的项目定位 其实这些东西 跟我前几年 在网易做的事情 包括以后 我去到腾讯云 去用Almoral在腾讯云上 去帮助云上的用户 去做这种胡娼一体的东西 也是非常相关的 所以说还是讲讲这个 现在在至少在Data领域 应该是一个非常热门的 一个方向 Late House的方向 首先Almoral的定位是 Late House Management Service 所以说 Late House一定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Late House的目标 我觉得我可能要稍微讲一讲 就是以前在传统的数据架构里面 我们可能就是 Data Warehouse 和Data Lake 是重用的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的数据 海浪的数据会放到Data Lake上 然后就去做清洗 去做加装 加装好之后 我们会放到我们的Data Warehouse里面 然后下去就做分析 过程中会设计到一些数据的ETL 这是大家应该是 做Data的同学 或者做Data架构的同学 很清楚的一个架构图 然后中间会设计到非常多的系统 比如说 HDFS 然后MySQL Doris ToDo Oracle 等等等等的 然后这个架构 它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它用不同的存储介质去解决不同的需求 看起来是非常合理的架构 但是随着我们大量的去使用这样的架构 会发现 它有非常高的成本 就是你的数据要存储多份 你的数据要在HDFS上存储 要在Kudu上存储 要在Dora上存储 然后你的数据要去做搬运 那数据的延迟就不会太低 然后你要去维护这些系统 然后你要去开发这些Data ETL的任务 然后另外的话 它还有一个数据的质量的问题 就是这些系统一般都有自己的原数据 就是你存张表 你可能Hive里面有一张表 然后你的Dores里面又有一张表 它们两个其实存的是同样的数据 但是因为有不同的原数据 所以说它们有可能产生不同的标准 最后导致一些数据质量的问题 OK 然后当时看出来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就是用NakerHouse去解决 NakerHouse对应到右边的话 就是我的存储测试 全部用Data ETL去解决了 然后在上面去制造这种数仓的能力 你可以理解以前数据壶的能力 其实NakerHouse已经做得比较好了 比如大家比较常见的AI 我去把我的模型放在数据壶上什么的 数据壶其实已经垂比较好的处理这种 非节奏化的数据的问题 那节奏化这边的话 其实是以前数仓更擅长的 因为它有更好的性能 更好的Statema 但是呢 因为Iceberg这样的Data ETL Table Format的项目的成立的话 我们会看到说 我去在数据壶上 直接去揪造这种数据的能力 好像变成一种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就引出了这样一个架构 最下面是我们的Data ETL 然后上面是我们的数据引擎 Spark, Flint, Impala, Presto 最上面是我们的数据产品 这么一套引擎的话 就用同一套存储 然后在不同的场景下 去选择不同的计算引擎 去满足我不同的需求 然后在上面去做到 我同一的数据产品 然后再讲讲 Omoro在Litthouse架构里面 它的一个作用吧 就前面几道了 就是会去产生Litthouse 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因为 Data ETL 他自己提出了Data这个产品 他去推广这个产品 其实他最开始构造 Litthouse的概念 包括整个Litthouse 在大的方向还是 Data Brace在引导 包括他的Data 包括他收入了Aceberg 本质上是 他一直在往前去 push的一个架构 但这个架构里面 其实在开源环境里面 欠缺了一部分 就是Data Brace 做的那一整套产品 就是我们有了Data 我们有了Aceberg 我们怎么能够去做到 胡唱一体呢 是不是基于现在的开源软件 就完全可以去搭出 胡唱一体呢 其实是有比较大的GAMP的 然后这些中间比较大的GAMP 就是在这个Service层 下面的Storage Type of Format Engines 其实现在在开源方向上 都是已经有比较好 比较成熟的东西 可以去我们做选择了 但在Service层 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 可以去做的 比如说这个Cantelot Service 现在其实也已经有一些开源的软件 开始在做这一块了 比如说GramP Telo 包括Data Brace 自己要把这些UniFi Tentelot去开源 Tentelot Service 是很重要的一块 那另外一块就是自由化 就是说我们以前 传统的数仓 数据库 其实我们的数据 写到我们的系统里面 它都是一套很完善的机制 去帮你自己做数据的优化了 让你的数据 拥有一个最好的这种分性能 但数据湖就不是这样 数据湖 数据我丢到湖上 其实是没有一个服务去负责 去做数据的管理的 那就需要这么一个服务 去做这种数据的自由化 那第三个是数据的Matrix 就是你的表 如果出了些问题 比如说因为一些问题 出了些问题的话 你要尽快地能发现这些问题 所以说Matrix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这边Servos 在其中的一小部分 其实还是有非常 更多的事情去做的 比如说索引 物化仕图 等等等等东西 都是其实是在 Servos程式上 是要去捶取做的东西 那有了Servos程 去连接引擎和Table 4MAT之后的话 其实真的是可以去达到 我们最终这种 湖仓一体的架构的 是在我们的湖上 能够把以前 我们传统数仓的能力 给构建出来的 OK 然后右边是提了一下 Omoro当时 至少现在这版本 它的一些特性吧 比如说 它有Table 4MAT 它支持 除了Aspot之外 会去对接排名 包括现在社区正在对接 Hoodie 然后它又自由化 是它很重要的一块功能 然后它 Omoro自己其实也去实现 Aspot的Raceful Tantalor 所以说它其实 也是一个Tantalor Service 然后Omoro提供的 非常多的这种 优化管理的东西 其实它都抽象成了插件 就用户可以去 开发自己的插件 也可以选择 自己想要中能的插件 去部署到系统里面 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的 第三个是我们的 第五个是我们的 转理工具 转理工具 比如说我 Omoro有自己的UI 方便用户去做转理 也有这种 Sytro的入口 用户可以在Sytro 去做转理 最后这是这种 技术设施无关 也就是说 它可以部署在 我们的私有环节里面 也可以部署在我们云上面 网易其实以前 就是在私有环节上 去部署 然后我后面到 腾讯云 其实就是把这东西 在云上的架头上 去做实践 然后最后讲 拿一个小点去讲一下 Omoro带来的业务价值 就是说 以前我们用Asperger 我们可能用 Asperger社区体中的 Spot Transition 去做这种表的 Rewrite 但是Omoro的话 它是拳头转的 就是你把表 放到系统里面 我就自动去帮你 去做表的重写了 那这两种方式上来说的话 有一个统一的转力服务 其实它是更好 去做一些智能决策 更好地去做一些 资源利用率的使用的 所以说可以看到 在相同资源利用率下 用Omoro的自由化 去做Asperger表的 这种优化 相较于用Spot去做的话 那这张表的分析性能 其实是可以提升20倍的 因为 这个场景比较特殊 因为Omoro在资源使用上 会做得很好 AspergerSpot那边的话 随着时间的增强 它的资源就越来越够用了 它跑一轮的时间 就会越来越长 所以说 整个表的分析性能 会下降非常快 然后大概这么一点 去讲讲 现在社区用的 最广的一个场景 它带来的一些价值 好 我这一部分的分享就到这 谢谢你 好 行 谢谢静松给我们分享 就是Omoro背后 之前的一些故事 以及是 它在我们 无仓一体这个架构中的 一些定位 然后 我接下来继续来讲 就是刚才我们在做 Omoro社区 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 新生的一个社区嘛 那我们应该去怎么去 运营这一部分社区呢 然后 我这里用了一个 比较小的一个标题 打个比如 How to life Find Monster Upgrade Your Community 的意思就是 我们怎么像 新手车那样 打怪 进入我们的 这个社区 然后最终 从孵化期毕业的 这样的一个视角 去看待 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 把它想象成 是一款 游戏那样 就是打怪升级嘛 那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 会有比较多的 一些角色 例如像 我们的Designer Committer Player Camping 就是我们的出品人 然后他们分别 对应着 或者扮演着 不一样的一些角色 那我们要去 怎么服务好 这样的一些角色呢 首先第一点 我们在 Designer上面 就有点像 我们游戏的玩家那样 他可以作为一个 Committer 或者说 他可以作为 项目的一部分 去设计我们的一些方案 然后让用户 更多的去参与到其中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们就是像 Committer的话 我们会去 有一些责任 就是说 去审核我们的玩家 或者说 我们自己的一些 他的一些方案 然后把这一部分方案 给沉淀下来 然后像玩家的话 那就是使用 我们用户的一些业务方 那我们就有点类似于 做一些项目的一些 的一些项目 然后让用户快速的 拉起 整个项目 去Quickly Start 去进行一个体验 然后还有像 Campaign的话 那我们就有点像说 他有点像 游戏的一个管理员 你可以这样理解 或者是最高的 那个NPC一样 然后去管控着 我们这一艘大船 然后往正确的方向 去前进 然后我们 因为刚才也聊到 iSport这个项目 其实目前在海外的话 它是比较多人 去使用的 国内可能还是 目前的话 还是派盟会比较多人 所以说我们 因为我们的项目 在网易成立之初的话 它是围绕着 iSport这一块 用户的群体来做的 所以说我们在 做这样的一些 运营动作的时候 就会考虑 是不是需要去出海 去完成 这一部分的一些运营动作 所以说我们 我认为出海最快 触达到用户的 第一个方式 就是推特 所以说我们在 发版之前 就是在最近 前两个月吧 我就开始去 尝试的去运营 这个推特的一些账号 然后把 Amoral的一些 国内的一些信息 以及是 Amoral的一些 产品的一些动态 然后一些小的feature 逐步的发去 那个Apache的 那个我们自己 创建的一个 Amoral的一个账号 然后去扩大 整个社区的 一个影响力 然后同时的话呢 那我们从玩家的 这个角度 我们要怎么吸引 多更多的玩家 来加入到 我们这个社区呢 因为这个社区的话 其实它都是 围绕着 iSport去构建的 所以说 就以及是 整个数据湖生态 所以我的想象就是说 那我们怎么说 把这一部分玩家 吸引来用 Amoral这一款产品 就是说用我们 这个数据湖的产品 那大家可以看到 像今天的这个 Apache的这个会议 我们会把我们的 一些会议的 一些简要的信息 往各个数据湖的 slack的上面的 一些讨论的频道 去发 然后让其他的一些 海外的用户 知道我们有这样一款 优秀的产品 同时的话呢 也知道 让他们了解 我们有 在Amoral 有Apache 这样的一些议题 所以说今天的PPT 也是全部 就是说 面向海外的一些 用户设置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 然后 我觉得还有 比较关键的一点 就是说 因为我们做的是 湖仓议题 这样的一款 就是优化的 一个产品 然后它其实 更多的客户 都是来自于 数据湖 所以我认为 在数据湖 这个社区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无论像在 Iceberg 还是Hoodie下面 都有比较多一些 知名的商业化 或者说 Apache 或者说 甚至非商业化的 一些产品的 一些文档 我在想 就是后续 我们有没有可能 把一些 Quickly Start Demo 或者说 一些Amoral的 一些产品的 形态的一些东西 把它集成到 各个数据湖 社区里面 然后让大家能够更快的 了解到这款产品 怎么去跟他们的 数据湖格式 去做最好的一个兼容 然后同时的话 我们在国内社区的话 我们还尝试的去做一些 学生的一些 开源的一些指导 去吸引一些新的开发 就是有开发潜力的一些学生 那包括就是说 去参与开源之下 然后以及是去报名一些 类似于OSSP的 这样的一些活动 然后同时的话 利用一些AI的一些工具 去生成一些文案 去进行一些调整 更多的去吸引年轻人 去参加我们的这个项目 最后这一部分的话 目前也是在探索中 就是说 我们有点想做一个 类似于知识问答的 一个沉淀的一个系统 利用DIFI 就是把用户的一些 常见的一些问题 给沉淀下来 但是我昨天了解到 在Apac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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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有这样的一款产品了 所以说我也打算回去 去尝试一下 就是把用户的这些问题 给沉淀下来 然后这个目前我也在跟进 最后的话 我想给大家一些小建议吧 就可以说在座各位 或者说正想参与 就是说想把项目进入孵化器 这样的一个小陷阱 首先的话 你的社区必须要有足够的人 和足够的开发者 去使用它 以及是维护它 这样才能壮大你这个玩家的群体 而且呢 你必须要把这一个玩家群体的目标 和定位要定位清楚 就是说你能解决到 他们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痛点 这样的话呢 打个比如像我们的产品的话 最主要就是解决数据壶 在壶仓议体上面的一些 各个难题 例如像自由化 各种建所影 或者后续的一些物化视图 等等的一些问题 然后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吸引他们本来原有社区 已经在用那款产品的人 把这一部分人给圈进来 用你的产品 因为大家也知道 就是酒香也怕巷子生 这样的一个道理 对 然后同时的话 我们还要做好一些 开发者的一些关系的维护 因为在一个项目里面 就是说核心开发者是至关重要的 就是对整个产品的rollment 以及是一些 整个的release的一些把控 以及是质量管理上面 它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一个角色 然后下一步 最后这一 part 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Armoral下一步就是在社区运营了 我讲的是社区运营这个方向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呢 首先第一点的话 我认为就是Iceberg在这场数据湖的战争中 它其实是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一些领先优势 像在Hive 4.0中 它已经支持了Iceberg 所以后续的话 我们也想把以前传统数仓那一部分的人 升级为胡仓一体 这样的这个人群 把它给圈入进来 使用了Moral 然后第二部分的话 就是说我们在做海外运营的时候 发现有一些用户 他也是比较喜欢去看一些YouTube的一些频道 然后尝试利用AI加英文 去做一些我们的一些 就是类似Quick start 或者日常小技巧的这样的一些分享的一些demo 然后第三个的话 可能会走得更加远 就是说我们是否能够运用大模型的一些能力 然后把胡仓优化这个能力 结合一些大模型 去做一些类似于AI support for smart format table 这样的一个东西 最后的话 我们想给Moral就是这个在生态上面的一些集成 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定义 就说我们希望在容易使用 更快的使用 表格式更多的使用上面 去做一些更好的一些支持 好 今天就是我的演讲 谢谢大家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 因为大家知道今天是Apaq 25周年 然后我们社区还做了一个这样的小彩蛋 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疑问 对 大家有疑问的话可以先来提问 谢谢大家 按照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咱们 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咱们 点赞 订阅